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提议被否决之后 一行人继续前进 这期间方明再次施展了一次经步术 成功地击中了一头鬼鬼祟祟跟随而来的野人 但是令人大跌眼睛的是 屠夫的钩子还没甩出去 剩余的野人抬起同伴就跑了 德龙对于野人身上吞斥的装备还是有些不肯死心 他挤到山那的身边嘀嘀咕咕说了几句 两个人趁着队伍休息的机会便没来眼去的 口中说是我们出去巡逻一下 显然的两个人这打算是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落单的野人 然后过去进行偷猎 没想到过了几分钟之后 两个人狼狈无比的逃回来 屁股后面整整跟随了七八头狂暴的野人 好在这归队了之后 野人便不敢再追赶了 只能是兴兴离去 随着方林魅惑的这头野人的体力值得渐渐恢复 他居然可以背负两个体重比较轻的人进行前进 随后他们的突进速度就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了 而方林也从分析野人的记忆里残留的破片记忆片段里 得到了前方的那群人的基本情报 他们一共是八个人 方林就将情报总结归纳之后详细的说了出来 根据其中两个人的外貌来看 应该是我们的老熟人银狼 而被抛下的作为野人的诱饵的 则是天使这个家伙 他虽然是原属于第三方势力的一员 却是无耻地投靠了雷者这一方 出卖了一起的同伴 而现在被抛弃也算是报应了 这么说 他们现在还有七个人留下 珊娜有些吃惊地说道 不止 方林随后沉稳地说道 因为他们还使用了我们曾经使用过的特殊道具 居然将四名剧情人物依次复活了出来 所以他们才有胆子和足够的实力去找疯狂屠夫的麻烦 七人当中实力最强的 是一个叫做刘敏的家伙 刘敏 难道是他 那个候选者 有没有他再详细一些的情报 方林皱着眉头 仔细地思索了一下说道 这个刘敏旁边的人 叫他为强哥 其技能和武器 是以敏捷为主 而且身边同我一样 携带着一名仆人 不过 是从快打旋风世界里诱惑来的人 是一个女人 而且从视觉上来说 应该有一个被动技能 出现了永久朦胧效果 使得敌人看不清你的具体位置 命中率大幅度下降 果然是他 据说他是个候选者 珊娜担忧地说道 候选者 方林再次从他的口中 听到了一个新的名词 突然间他就觉得 这其中 是怕隐藏着什么重大的关键 他立即望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珊娜 哪怕是在面对雷者的时候 我也没有让你们去做炮灰 牺牲你们吧 珊娜颇有些感激地点头认可 方林随后接着诚恳地说道 我不是说话不算话 但是眼下 只怕很快就要同第三方势力 发生剧烈的冲突 我希望你能够提前将你所知道的东西说出来 不要等到最后才告诉我们 我可以马上将你交纳的保证金退还 经过雷者一役以后 我实在是有些害怕 这种意想不到的小概率事件发生了 所以 我不得不小心起见 相信我 珊娜 想了想 然后又指着德龙爽快地说道 行 你这人虽然城府太深 不过目前看来 说过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是都是全部兑现的 我会把我知道的东西都说出来 不过德龙这家伙也一定知道一些内幕的 让他先说 我来补充 更能起到情报互补的作用 有我在旁边监督印证 也不怕他不吐露实情 德龙本来是很有些窃喜 听了珊娜的话之后 表情立即就哭丧了起来 但是被老胡 屠夫这凶神恶煞一般的眼神一看 额头上冷看 立即是蹭蹭而下 直到今天呢 这是赶鸭子上架跑不了了 尤其那边的工匠傅 似乎在看一具提款机的萎缩脸孔 心说 快招了吧 何况他现在在方林这条船上待的 也算是相当安稳 也不愿意方林倒霉了 所以啊 他只能是无可奈何地说道 好吧 我先说 于是 在这两个人的诉说之下 一些梦魇空间较为深层次的隐秘 便被慢慢地剖析了出来 每个人进入到梦魇空间以后 都会按照自身的属性 被归结成力量特长者 敏捷特长者 精神力特长者 体力特长者 这四类当中 在其中力量特长者和敏捷特长者 最为多见 其次呢 就是精神力特长者 而最稀少的 就是体力特长者 而梦魇空间当中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活动 具体的内容呢 就是参加 十强者头衔的争夺战 被邀请进入争夺战的人呢 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一是 通过了至少一次黄金主线任务 二是 梦魇空间认定你的实力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在十强者的头衔当中 只有体力特长者 是唯一称号 叫做山者 其余的三个特长者 都有三种不同的称号 像雷者呢 就是精神力特长者 能够争夺的三种称号之一了 力量特长者 敏捷特长者 不能参与到精神力特长者的 称号争夺战当中 同样的 精神力特长者 也不能去争夺其他特长者的称号 每个人只能争夺 与自己本质属性的三种称号 这也就是说 在称号争夺战当中 就理论上而说 遇到的只可能是 与自己的主属性特长相同的人 而在称号争夺战开始之前 所有已经发出的称号 全部收回 采用一对一的形式 地形随机抽取 争夺战的过程当中 不能使用恢复性药物 食物 攻击力削弱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在称号争夺战当中 失败者即使战死 也不会真正死亡 而是进入败者组 重新进行对战 最后 由胜利者组和败者组的冠军 决出十强者称号的归属 一名轮回者 只能参加一个 十强者称号的争夺战 当十强者称号产生归属以后 在本强者称号争夺战当中 位居二三四 这几名的三个人 则被称之为候选者 他们有权利在梦冕空间当中 向本属性的强者称号 拥有者提出挑战 无论挑战成功与否 都会损失大量的积分和潜能值 挑战成功则是夺取称号 失败的话 不会死亡 但自身的基本属性点将会全面下降 下降的点数将会加成到被挑战的人身上 十强者之间若是出现战斗 并且分出了胜负 那么胜者可以完美的击杀对方 并且能够在目前的称号与对手之间的称号选择上进行自由选择 而被放弃的称号暂时消失 等到下一次十强者称号争夺战的时候才会出现 比如说吧 雷者若是杀死了驴者 那么他对于驴者就是完美击杀 并且可以选择放弃雷者成为驴者 被放弃的雷者称号则是直接到下一次强者称号争夺战当中才会重新出现 听到了这些隐秘之后 方明顿时明白了 雷者为什么一直到快死的时候 才肯施展出那个雷云风暴的技能来 他回归以后 不可能立即就进入下一次梦魇世界 这期间若是被密切关注他的候选者 知道他暂时失去了雷者这个称号和趁手的武器 那么接踵而来的挑战 只怕就会令他应接不暇 凶多吉少 另外呢 德龙还补充了一个颇为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雷者这一组人的目的 实际上早就通过了第二世界黄金主线任务了 之所以还留在这儿滞留着 其实是为了完成雷者的转职任务的 他们在正常情况下所经历的梦魇世界 应该是第三世界的难度 方明听到这个消息 忽然间他想起了 似乎在哪里听到过类似的信息 他连忙向着梦魇印记查询 得到如下的答复 你们已经通过了第一次黄金主线任务 具备进入第二进度梦魇世界的资格 若依然要进入梦魇世界一进行历练的话 那么每进入一次 每人需要支付额外的一万点积分 与十点潜能点 如果是因为转职任务 或者是其他任务需要进入梦魇一世界 则无需支付额外的积分潜能点 但同样也要完成本世界的主线任务 并且无法获得奖励 以及过关评价的属性点奖励 无法接受隐藏任务 分支任务 杀死任务外的剧情人物 不会获得可能存在的声望奖励或者是掉落的钥匙 原来是这样啊 方林呼出了一口气 她微笑着说道 那么 我们即将面对的敌人 其实是一位候选者 是的 珊娜肯定地说道 通常获得了称号的十强者 在梦魇世界中 发现了候选者以后 都会进行竭力地追杀 不管他是不是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 因为号称十强者杀死候选者 乃是完美击杀 而获得了称号的十强者和候选者之间 据说还有着十分微妙的联系 在相距颇远的地方 都能清晰地感觉到对方的存在 方林接下来是若有所思地说道 那么除了精神力系的雷者称号 和敏捷系的驴者称号 以及体力系的山者称号之外 你们还知道其他的十强者称号吗 德龙张了张嘴 他捏鱼着说道 我好像听说过 精神力特长者的另一个称号是 愚者 愚者 方林皱了皱眉 以往的几个十强者称号 都可以大致地从名称当中 推断出其作用来 唯独这个称号给人的感觉 就很是模糊 不进就令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那么候选者 有没有一些比较强劲的额外加成呢 方林接着又问道 山纳点点头 又说道 有的 不过奖励加成的幅度就没有那么大了 我听说 大概顶多能提升一个 伪S技能的战斗力吧 伪S级技能 所有的S级技能 必须通过相关特定的剧情强者传授 或者是杀死他们掉落的卷轴学习 这才能够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若通过此以外的途径获得了学习S级技能的话 那么则被称之为伪S级技能 伪S级技能的威力在部分A级技能之上 但是一定不如真正的S级技能 他们在不知不觉间边走边说着 已经来到了这个腐烂粘稠的沼泽尽头 脚踏实地的感觉确实舒坦了许多 而这个时候 那头野人的体力值 也在工匠副的滋润下恢复了一大半 于是他就派遣这一丝去四处寻找干净清洁的水源 身上那个刺鼻的污碎腐烂的气息 若是不洗掉的话 也着实有些难闻了 而且想隐藏也挺难的 这个时候 与世渐小 但依然是淋淋连绵 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下来 整个原始与您当中仿佛都被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白雾 能见度变得更低了 仅仅才十米不到 很快的 那头野人就凭借良好的嗅觉找到了干净的水源 众人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以后 也都忙着清洗自己的身体 但是德龙建内水流颇急 立即联想到了那种要了男人老命的寄生免 任凭这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的方林 再三保证圈说 他也是打死都不肯下去 只肯小心翼翼的靠近河水 咬了些水来冲洗 当真这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啊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德龙的位置就比他们站得要高一些 而他的眼力也颇好 猛然间见到旁边有一块被刮坏的破布 他低头再看去 就见到地上还有斑斑点点的灵星血迹 立即出声招呼 顺着踪迹追赶了过去 一行人追赶出了两三百米远之后 就见到了一具十分魁梧巨大的尸体 这个尸体呢 面向下俯卧着 上身赤裸 肌肉纹起似块状 呈现出了游鹤的棕色 腰间穿了一条肮脏的褐色短裤 身体上伤痕累累 且身且长 翻卷的皮肉都被雨水冲洗的发白了 方明见了之后 立即就认出来 这不就是自己在第一幕当中见过的实验体吗 这是经过肌肉恐龙基因强化之后的特殊印第安人 不但保留了其投掷炼锤的原有精确度和杀伤力 而且皮肤坚硬 肌肉发达 使对手不能轻易的对其造成伤害 另外他还会一招炼锤制杀的技能 可以说是小boss级别的人物了 但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死在了这个地方 仔细地查看这个小boss身上的伤口以后 方明便将棋扔给了旁边的锤弦三尺的贪婪屠夫了 屠夫这个肥仔 对于这小boss身上的炼锤武器 那是相当的有兴趣 他翻来覆去地仔细研究着 炼锤这件棋型兵器的炼条 是以钢丝揉合了某种特殊的藤蔓 纠结而成 那是异常的坚韧 而链条的末端呢 拴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链球 上面被刻意铸造出了许多锐利的刀刺 那看起来是格外的凶残 最后呢 屠夫是恋恋不舍的将那个钢球啊 给射切了 隐藏在坚硬头盔下的胸光小眼睛闪了闪 打亮了半晌 最后留下了链锤的链条 缠绕在自己身上原本的铁链上 然后又请工匠副啊 过来鼓倒了一阵子 方林很快就得到了提示 你的召唤物 屠夫的武器获得强化 血腥肉钩的最大勾取范围提升八米 勾取判定上升百分之五 杀伤力提高百分之十 你的召唤物屠夫吞噬了实验体的尸体 被动技能吞噬发动 力量最大值上限 永久增加 以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